你每个礼拜的家务清单可能是这样 宿尘 宿地 吸尘 买菜 预备煮饭 洗碗 洗衣服 清洁厕所 家务可以很伐味 有时候也会很骚髒 糟了 顺便说一句 你的厕所塞了 相信验证是测试你的忍耐和温信 在耶稣基督的一生中 祂的跟随者经常争辩谁是最大的 在某一次耶稣回应他们的争论 祂的回应和大多数人普遍的见解完全不同 根据世俗的原则 最伟大的人是抱着双手 大声发号施令的人 但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属灵原则 最伟大的人是那些服侍人 而不是被人服侍的人 当你下次做家务的时候 请紧记 服侍你的家人是一种的荣幸 让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的说话 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哪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都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是坐直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直的大摩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与同服侍人的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主耶稣 你能赐给我一伙 愿意为别人服务的心吗 请你实践书学的真理 请为愿意为别人服务的心来祈祷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基督徒朋友分享 请向你为他人服务的态度的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